金钱能量 第一章 金钱到底是能量还是物质 众所周知 从古至今 金钱都是货币的代名词 也叫钞票 世界各国都会发行自己国家的流通货币 不同的货币又在全球范围内 以溢价的方式进行互惠互利的流动 从而促成了世界经济的原型 可以说 世界经济是货币流通的风向标 回到日常普通生活之中 老百姓每天都在与金钱发生着交易 无论是现金纸币 还是如今风头正进的数字货币 他们都是金钱的代表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休闲娱乐 甚至出家人的修行与弘法 都离不开金钱的助推 金钱是物质世界得以有次序存在的 重要工具与运行法则 而在中国的八十年代初 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 中国人逐步从生存温饱走向了富裕 富裕小康中产的生活 物质世界得以大大的提升 这一切都离不开金钱能量的助推 那么今天我们普通人口中常常提及的金钱 它到底是一串一串的数字 一张一张的钞票 这样具体而实际的存在 还是它代表着某种能量在这个空间的流通 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决定了我们每个人金钱观的树立 一个拥有正知正见的金钱观的人 是充满着智慧 平和 欲视处变不惊 从容不迫 内在丰扰 外在富裕的状态 古语说的知足常乐 就是古人对于金钱观的一种表达 这里的知足并不仅仅拥有足够的钱 才会带来生活真正的快乐 这里的足代表的是一种金钱能量的饱满 金钱管道的充盈 谁都想拥有更多的钱 因为拥有了更多的钱 就可以去满足更多我们的愿望 包括是用足够的钱去帮助他人 帮助其他人 做公益 这似乎是所有人的愿望 然而 如果金钱能量不够充足 金钱能量的流动不够顺畅 人们是很难拥有更多的金钱 在能量学上 金钱是先有能量而后有物质 这是一个先后递进的因果次序 那么金钱能量到底从何而来呢 答案非常简单 金钱的能量取决于你运用物质金钱时的起心动念所创造出的意识能量 我们每花出去一分钱 每赚回来的一分钱 在与物质金钱交互的各类行为当中 新意识所投射到金钱行动上的一切 都会如实被记录并储存 从而形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金钱能量 举个例子 一个人从小非常有经济头脑 很会赚钱 收入日进抖金 然而 在花钱上却十分吝啬 不敢为身边需要的人花钱 不愿意为自己或者周围其他的人 环境付出金钱 那么这个人的金钱能量就不会很高 能量的流动在出口的地方会被堵死 久而久之 在收入上也会出现萎缩疲软的情况 金钱能量不仅仅取决于人们这一世的行为记录 它会追溯到灵魂所轮回的生生世世 所以说 过去是有过大布施的人 在现世就比较容易赚到足够的钱 因为他的金钱能量足够充足 频率很高 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自身金钱能量的高低 强弱 换句话说 如果从当下开始 人们都有对金钱能量的觉察和敬畏 修正 这便就是提升金钱能量的方法之一了 也是最为简单的方式 即可便可以着手去做 如果你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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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